2023花蓮芝卡軒綠森林清水公園夏日蓄水活動 在7月1號正式啟動 開放蓄水DT就吸引了大批人潮入園來玩水 縣長學生為特別到場參加啟動儀式 也為花蓮暑假的觀光活動揭開序幕 他也歡迎全國遊客在暑假的時候 一起到花蓮上山下海遊玩 芝卡軒清水公園 自前縣長傅崑崎的壁畫之下 建議提供鄉親具有安全優質的蓄水場所 園區占地18公頃 花蓮縣政府從花東基金爭取到7500萬元 捨出經費在芝卡軒公園建立了五個共農遊戲區 深受家長和孩子的喜愛 我想在芝卡軒18公頃裡面 有一個小方塊在放我們的水上森林公園 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 尤其是在森林當中的一個水上公園 這可能是全國獨一 那另外呢 在我們在去年4月1號 也完成了我們在另外一區 芝卡軒的左邊 有一個天空之樹 還有另外有四區 屬於我們比較親子的共榮公園區 另外還有一個種子圖書館 未來也會每天禮拜一到禮拜七 都會開放 分享我們的植物 以及生物的多樣性 我想在整個綠森林公園裡面 有非常多是我們的罕見的職務 而且也承擔起我們保種的工作 隨著戲水活動的啟用 芝卡軒公園不僅適合民眾和親子的同遊 更是一個能夠提供共同美好回憶的地方 讓親子同樂最佳的場所 花蓮縣議會以及吉安鄉鄉長也都到場 與民眾同樂 真的是非常方便我們所有的禮客 以及所有在地的鄉親 來到我們的芝卡軒玩 當然剛剛縣長有提到了 要各位家長還有小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 那當然有我們的救生員在現場 不過我們希望我們各位小朋友 自己本身也要注意到安全 家長也要隨時的注意一下 那我想我們這麼寬的這個位置 能夠讓我們所有的鄉親在這裡 不管是休閒或運動 都是一個非常棒的 在外地有很多很多 幼教的好朋友 他們都說已經要安排 來到吉安來到花蓮 享受不一樣的清水 跟我們的綠森林之旅 我相信這是締造在地 讓孩子共榮 也能夠讓親子 共享一個樂活以下的好時間 除了多樣有趣的休閒設施 園區內也有規劃販售在地飲食 以及零姻休息區 呼籲遊客減少使用塑料產品 推廣永續新生活 讓大小朋友在玩樂之餘 能夠好好休息 也共同維護園區的美好面貌 記者林杰吉安香採訪報導